朝鲜一词最早建于上海经 朝鲜半岛历史最早的文字记载 出现在中国三国时期的魏国官方史书中 魏书称公元前四世纪朝鲜就形成了国家 它曾经与中国战国时代的燕国相对峙 后来燕国派遣秦开攻打古朝鲜 夺取了其西边的领土2000余里 使古朝鲜一蹶不振 对于古朝鲜的建国 存在着弹居朝鲜和机制朝鲜的两种说法 由于考古发现的不足 和文献中机制朝鲜内容的相互矛盾 机制朝鲜的说法已经被朝韩主流历史介绍否定 弹居朝鲜则是一个关于古朝鲜建国的神话传说 它最早出现在高历时代国师依然的三国仪式中 他称朝鲜民族神话中的太阳神还阴的素质浑雄下凡生下了弹军 建立了朝鲜国 1993年10月 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挖掘出土弹军领后 宣称弹军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 而并非是神话 并将其正式列为朝鲜历史上首个国家古朝鲜的开国始祖 2007年2月 韩国也开始将弹军朝鲜作为历史上首个朝代写入历史教科书 公元前195年 西汉的开国功臣义姓王卢婉反叛刘邦 刘邦派兵攻打卢婉 卢婉逃到了匈奴地区 卢婉的部下魏满率领一千余人布国鸭鲁江 一年后魏满联合古朝鲜内部反对势力发动政变 攻陷了古朝鲜的都城 据称是三代君主后裔的朝鲜国君 准王则率领禅部逃到南方 最后魏满建立了魏满朝鲜 这是朝鲜半岛历史中最早得到考古及文献证明的国家 对于魏满朝鲜 朝韩军承认其存在 朝鲜强调魏满并非是鲁腕部下 而是古朝鲜边境将领 韩国主流学界则认为 魏满虽然为中原人并征服了朝鲜半岛的北部 但他遵从了古朝鲜的习俗 古英将其政权视为朝鲜族自己的历史 魏满死后 传魏格的儿子 后有传子孙子魏有渠 魏有渠自继位以来不曾向汉朝朝共 汉武帝于是前使令他纳贡 他拒捕纳贡 并派碧王长送汉史归国 在渡过戒河时 汉朝的死臣瑟河刺杀了碧王长 事后汉武帝晋升了瑟河的官职 这引起了魏有渠的极大不满 魏有渠立即发兵攻打瑟河 汉武帝认为这是挑衅行为 他在同年秋招募罪犯 分兵两路攻打朝鲜 杨浦的水军为等寻至陆军到达 就单独进攻 结果战败 寻至的陆军遭遇朝鲜西部大军 久战也没有取胜 两路大军出师不力 消息传到朝廷后 汉武帝再派魏三为死臣 魏有渠随后表示愿意降服 并派自己的太子到汉庭系恩 然而当太子带领一万士兵前往汉朝时 此臣魏三和荀治怀疑太子有阴谋 要求他的军队不能携带武器 太子则怀疑他们要谋害自己 他派军返回都城 此事激起了汉武帝的愤怒 他命令在朝鲜的两路大军加紧进攻 由于长期被汉军包围 在抵抗汉军问题上 朝鲜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 公元前108年 魏有渠被组合派陈属杀害 一年后魏是朝鲜灭亡 汉武帝灭亡了魏是朝鲜后 在其管辖地先后设置四郡 历史上称为汉四郡 在朝鲜半岛北部被纳入汉朝版图的同时 朝鲜半岛南部也逐渐进入汉朝的视野 根据史书记载 朝鲜半岛南部早期存在 一个被称为成果的部落联盟 经过上百年的分化演变 朝鲜半岛南部形成了三大部落联盟 即陈寒 马寒 辩寒 统称为三寒 其中 马寒是三寒中最强大的 被三寒拥立为陈王 统辖三寒之地 其中 陈寒因语言称为汽武等 与秦朝相似 而被称为前寒 三国字称他为韩国 这是韩国一直最早的出处 东汉末年 三寒不再臣服于汉朝 魏明帝消灭公孙氏政权之后 试图恢复对三寒的控制 由于沟通出现了问题 韩人奋起反抗 但最终被平定 当时 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 湖原人逐渐向南扩张 公元313年 因西境崩溃 中原大乱 中原王朝管辖的朝鲜半岛北部的 郡县体制瓦解 湖原所建立的政权 高高力百计开始逐入朝鲜半岛 前期为百计占有优势 公元391年 郝台王成为新任的高高力君主 在他的历经朴治下 高高力日益重大 百计与高高力实力对比迅速逆转 郝台王随后大举讨伐百计 并迫使百计臣服 他还控制了辽东半岛 公元427年 高高力第二十代国王将高高力的都城签字平壤 这标志着高高力将其扩张方向从中国的辽河以东地区转移至朝鲜半岛 在百计和高高力的竞争过程当中 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逐渐兴起 新罗的前身为残寒十二国当中的斯鲁国 公元三世纪以后 斯鲁国不断膨胀 逐渐统一了残寒其他部落 新罗虽然在六世纪后期一度苍雄三国 但好景不长高高力百计迅速反扑 至此海东三国的格局才完全形成 公元589年 水朝统一了中国 海东三国均向水朝称臣 但由于高高力占据辽东地区 水朝随后发动了三次战争 这导致了水朝的灭亡 唐朝统一中国后 海东三国又向唐朝称臣 此时高高力的国力恢复 与百计攻击新罗 新罗向唐朝求援 而百计则向高高力靠拢 不久高高力发生内讧 唐太宗于是亲征高高力 新罗也发兵夹击 百计则趁机夺取新罗七十余城 公元650年 深受高高力百计威胁的新罗 开始转投唐朝 唐朝于是出兵朝鲜半岛 在新罗的配合下 先灭掉了百计再灭掉高高力 之后新罗与唐朝反目 因唐朝忙于同浦波作战 故对朝鲜半岛采取了收作政策 使得新罗得以统一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 在此期间 佛教得到了迅猛发展 到了九十级后期 新罗王权开始衰落 苏目墨河人大作荣 趁机建立了渤海国 并占继了大部分高级力的故土 与同时农民出身的真宣在西南海建立了后百计政权 新罗王朝的后裔 勾益则在开城建立了太风王朝 如此形成了新罗后百计太风三国鼎立的局面 此称为后三国 后三国只是当时朝鲜半岛中南部较大的三个势力 半独立的小豪族更是不计其数 公元918年 太风政权发生内讧 将军王剑被拥立为军 他将国号改为高丽 王剑缔造高丽国之期 新罗已经彻底没落 王剑采取扶持新罗抗击后百计政策 在高丽与后百计长期的拉锯战之中 高丽逐渐占据上风 以公元930年为分水岭 高丽开始对后百计转入攻势 在获得来自中国支持后 王剑终于完成了三韩的统一大业 王剑所缔造的高丽王朝 起初是一种豪族联合政权 历经数代的磨合 到了十四季末期 高丽形成了中央集权体制 就在高丽王朝 炒创发展时期 北方的七丹民族兴起 建立了强大的辽国 辽国在扩张当中 与北阔的高丽接壤 引发了高丽七丹战争 公元993年 七丹第一次入侵高丽 高丽通过谈判使七丹撤军 七年后 七丹借口高丽内乱 第二次入侵高丽 导致高丽都城开京之首 由于七丹战线过程 高丽军队又在后方骚扰 因此一隆续选择撤军 八年后 七丹再一次入侵高丽 结果无功而返 战争结束后 高丽进入和平发展时期 11世纪末 女真族兴起 高丽颇港威胁 主动出击 反被击败 最后 高丽将女真作为假想敌 并训练了一支 被昌为别武班的特种部队 公元107年 高丽出动17万大军 讨伐女真 之后女真反扑 高丽君主不得已 于公元109年 同女真讲和 不久后 女真建立金朝 高丽趁机将将域扩展到 鸭绿江下游沿岸 另外 高丽还将几周岛 变入版图 当时在高丽统治集团 处于边缘地位武臣 对纵文清武的局面 极度不满 他们在公元170年 发动兵变 建立了武臣政权 高丽君主 则成了武臣们的傀儡 而武臣政权内部 也充斥着暴力与杀戮 导致了掌权者更迭频繁 此时 蒙古兴起 金朝衰亡 直到公元1356年 高丽才利用 元末农民起义的机会 摆脱了元朝的控制 此后 高丽击退了 红金军和元军的入侵 并消灭了 盘踞在几周岛的蒙古人 在此期间 李昌贵吹英等武将 逐渐崛起 公元1388年 李昌贵利用北伐明朝之机 发动政变 建立了朝鲜王朝 朝鲜王朝建立后 由于权力分配不均 很快发生内讧 最终李昌贵的第五子 李方远胜出 他也成为所谓 获得明朝撤封的朝鲜国王 朝鲜四中 巨事后 朝鲜王朝又陷入内乱 朝鲜四中的敌赤子趁机夺权 他重新强化王权 他历史后 朝鲜王朝又陷入了内斗之中 公元1592年 朝鲜遭遇到日本封城秀吉的进攻 20天后 朝鲜王朝都城被攻陷 朝鲜王朝被迫向明朝求援 明神中随即派军援助朝鲜 日本无奈选择撤退 过久封城秀吉再次派兵来袭 但封城秀吉却死于途中 两次战乱 使朝鲜王朝蒙受空前的灾难 恰在此时 北方的剑州女真 在努尔哈茨的领导下崛起 公元1637年 朝鲜王朝君主被迫断绝与明朝宗主关系 向清朝称臣 朝鲜王朝国君为了挽回人心 随后起用一批主战大臣 准备北伐清朝 在北伐气号下 朝鲜王朝非但没有进攻清朝 反而在清朝要求之下 与入侵黑龙江流域的沙俄人作战 之后 捧党之争再浮水面 进入18世纪 朝鲜社会基本得到恢复 经济和文化重新繁荣 这一时期主要君主是朝鲜的英族和朝鲜的郑主 故一般将此时期称为英政时代 公元1800年郑主去世 政权落到外戚手中 在这种情况下 保守派政治家李思应通过 拥立自己而政 礼习为王而取得摄政地位 他力图缓解朝鲜王朝所面临的严重危机 但此时 西方列强分子踏来 李思应在公元1866年和公元1871年 先后击特了法美舰队的入侵 并拒绝与日本往来 他为防止大权旁落 特地从七家挑选一名闺秀 作为自己的儿媳 他就是敏飞 李思应仅将敏飞作为巩固自己地位的棋子 这引起敏飞的记恨 敏飞之后夺取了李思应的权利 公元1894年1月10日 朝鲜发生东旋农民革命 此事件最终升级为假偶战争 马关条约签订后 敏飞与联合沙俄推翻亲日内阁 但他随后被日本铲除 以此事件为导火索 朝鲜半岛爆发全国性大规模反日义兵运动 在群臣多次建议下 高中最终接受文武大臣的建议 于公元1897年10月称帝 这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帝国 也是第一个以韩为正式国民的政权 此后高中强化专制皇权 镇压了诉求民主独立协会 又在经济军事等方面 实行了一些有限的近代化改革 日俄战争爆发后 大汉帝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 此后 伊藤伯文成为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地任空间 为维护朝鲜半岛的独立主权 1907年 高中派三名客室到海牙和平会议 指控日本的侵略呼吁各国的声援 但是在殖民主义盛行的20世纪初 日本对大汉帝国的保护国地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最后日本扶植高中的儿子继位 他就是存宗 这后日本强迫大汉帝国政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 7天后朝鲜的纯宗被迫退位 1919年1月 高中离奇去世 这掀起了巨大波澜 当时的韩国宗教界领袖与工商界等33人 联合起草了一份独立宣言书 要求国际社会给予韩国独立 并决定于3月1日举行群众大会 公开宣读独立宣言书 到下午3时 参加示威的群众已达到30万人 从3月1日到5月31日 朝鲜半岛有200万以上群众参加了上千起的反日示威和武装起义 三一运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造成了冲击 为了巩固地位 日本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怀有政策 三一运动被日本增压后 韩国独立人士纷纷流亡中国或苏联远东地区 继续从事独立复国运动 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 日本加紧了对朝鲜半岛的资源掠夺 当时约有160万人在日本的工厂建筑工地 煤矿和农场工作 1945年 美军轰炸机在广岛市和长崎市投下原子弹 8月15日 日本向同盟国投降 最后朝鲜半岛以北纬38路线分裂为南北两个部分